曾经对台湾人民造成伤害的人都应该要拆掉 都应该把这些符号 这些体制象征性的拿掉 日本神社 八点鱼的像 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杀了多少台湾人民 杀了多少原住民朋友们 这些历史斑斑可考 我现在讲的是统一标准 我不是政治 我不谈政治 我想标准 双标 如果你要就拆 刚才您提到的从日治时期这个殖民的部分 其实国民党来台之后 大部分全台湾的日本神社也都遭到拆除 主委 我不想听这个 我想说你们拿这个法令的范围限制来说 人民听不懂 历史回归历史 历史的真相大家去解释 你用你的说法 我们有我们的说法 尤其是军人 退伍军人 蒋公对台湾的贡献 跟八田与一 我们做一个对比 他盖了一个水库 我们感激的不得了 每年还有人去给他上个箱举个工 蒋中正先生在台湾盖了九十几座水库 我们政府拨迁来台的时候 他所施行的所有政策都是这种台湾 最穷苦的电农 农地开放 三七五建筑跟着有齐田 都在照顾台湾人民最穷困的电农 这些政策你都没有想到吗 报告委员 其实转型正义的重点是反省国家曾经做过的错误 而蒋介石如同我刚才报告 他在军事审判体制的介入改判 直接判死刑的这个造成台湾那么多人民的生命青春跟自由 还有好几个世代的可能性丧失 我认为这不能跟水库高速公路或铁路来相比较 你们要拆他 要把他成为一个威权体制的代表 你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那么我想再从另外一个角度 统一标准 曾经对台湾人民造成伤害的人都应该要拆掉 都应该把这些符号这些体制象征性的拿掉 日本神社八田鱼的像 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杀了多少台湾人民 杀了多少原住民朋友们 这些历史斑斑可考 你不用去查我都可以随时提供给你 那么这个是不是威权甚至是殖民 那就我现在讲的是统一标准 我不是政治 我不谈政治 我想标准双标 如果你要就猜 第二个 既然对蒋中正 蒋介石或者蒋公这么有意见 这么威权 要把有中正的通通改掉 我支持中正路 全国的中正路 中正国小 中正国中 中正区 要就全部通通改成反省威权路 反省威权国小 如果你们有本事做这个事 我全力支持 我去说服国民党 就支持你们这样改 可以吗 刚才您提到的从日治时期这个殖民的部分 其实他不在大院通过的促转条例 要求我们处理的范围之内 第一个我们只能来处理四五到九二 那至于就是说日本神社的部分 其实国民党来台之后 大部分全台湾的日本神社也都遭到拆除 那第三个 主委我不想听这个 我想说你们拿这个法令的范围限制 来说人民听不懂 我要讲的是接地计 要依法行政 就是说今天大院没有赋予促转会 去处理整个日本时代的遗产 那但是我同意委员提到的 就是说很多人对于台湾曾经经历各种殖民 外来政权 我们没有赋予你的权利 你要不要考虑 是